内地近期不断有支持平台经济言论及政策出台 支持相关股份近日由低位反弹 当中最具吸引力的 首推价为二线支选的快手 01024 最主要原因认为公司首季已开始 录得经调整后的转规为型 踏加国家为推动青年就业 支持平台经济有利职位建立的政策 前景可看高一线 会看期截至3月的首季业绩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 经调整利润为4200万元人民币 去年同期亏损37.2亿元人民币 今年首季首次录得至2021年于联交所上市 以来集团层面的经调整利润准额 表现明显优于市场预期 交市场预期提早一季纽规最主要得益于直播 及其他业务所带动 公司利用其平台 服务需求增加 预期公司外部广告可恢复按年症增长 而且电商广告稳健的情况下 第二季内将实现更快的广告收入复苏 公司的利润将进一步提升 快手股价在7月曾低见50.65元 其后见底反弹 升幅达三成 但相对今年高位的80元水平 仍有上升的空间 可于65元买入 目标80元 减破60元止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